大家好,欢迎来到Clark Mall电视台 今天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 美联储偷了德国黄金储备吗? 德国德意志联邦银行拥有约3400吨实体黄金 价值约11欧元的黄金储备 随着欧元危机的可能性见增 这些黄金或将被紧急调用 不过,这些黄金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存放在德国境内 其余大部分自从五六十年代以来 一直存放于美国美联储的地下金库内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金库 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如今,德国无党派自由人士倡议取回黄金 施加的政治压力巨大 促使德意志联邦银行决定 截至2020年从美联储取回其中 一小部分大约300吨的黄金 2013年德国计划运回50吨黄金 事实上却仅运回了37吨 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巴黎 仅有5吨,真正来源于美联储金库 此外,令人怀疑的是 在美国移交的过程中 这5吨黄金经过融化 被交注成了表面印有2013字样的新金条 现在已经不能再证明 这批金条是否就是当时德国存入的黄金 黄金研究专家 詹姆斯·图尔克 在King World News采访中表示 收回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金子 需要花7年 而不是7个星期 这一事实 说明所有黄金有很大可能性 已经不在美联储了 这些黄金已经从保险库中拿出 暗地里悄悄用于维持黄金的低位价格 市场分析师史贝克也对此发表了相同的看法 与德国世界报观点相反 分析师史贝克认为 按照美国的想法 黄金应该会丧失掉作为储备货币的信誉 这将关系到美元标准是否能够维持 与此同时 德意志联邦银行 本身也拒绝公开金条清单 给出各种托词以及舞蹈性的解释 这算不算对历史上最大经济政策犯罪事实的掩盖呢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下次再会